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干净的环境 所以很舒服的一个国家 天气也好 环境也好 都特别的舒服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来叻 那个天气也不会这样冷到很难受 然后就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天气 刚刚好又有太阳 然后又有冷风 就晒着太阳也不会觉得很热 OK 我们现在在教堂这边拍着 然后刚才到现在超多人在看我们 然后也很多人在拍我们 刚刚 刚刚又有一个 前面这个叔叔有在拍我们 刚才有超多人经过一直在拍我们 刚刚已经拍了我跟Cherry两个人的 然后现在在拍Cherry一个人的 哇 你看他 那个套着皇冠 然后套着这个 猫衣 很像那种什么王族的 王族出巡 OK 我们现在要换去另外一个场景拍 超凉爽的 现在被拍照超爽 凉爽 虽然太阳看起来很崩裂 可是不热 只是 这个太阳晒了 还是会黑 所以还是要涂一涂方晒 哇 这个后面没有亮亮的 哇 然后这个圣母教堂的背景 虽然 OK 我们刚刚拍完了那套婚纱 现在回到来酒店这边 然后换上便装 在这边附近 吃一吃午餐 吃了午餐 等一下我们也要回去 再换另外一套 再换另外一套造型 然后再出去外面拍 我们等一下还有三个 三个造型要拍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家 意大利餐厅吃 披萨 还有这个 蕾 然后 刚刚还有加了一些 意大利的正宗 这个是意大利人煮的 而且它的菜单好像都是意大利文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三套造型 全身白白 从头到脚都是白的 然后 我们现在在这个 苏黎寺大学 这边 等一下有一些 呃 场景 我们要在那边取景啦 所以 现在我的眼前是 整个 苏黎寺 非常的 壮观 然后 这个是 Cherry 的第三套造型 搭配我这个全身白白的 像千层半高的 像千层半高的 千层半高的 现在我身后这个是 呃 导游大哥说 这边是以前爱因斯坦的大学 这边是大学来的 然后 以前爱因斯坦就在这边上学过 所以 非常多 非常 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大学学院 黄大俠 这个学院叫什么名啦 苏黎寺是联邦理工大学 联邦理工 对 理工科很厉害 它很多专业都是世界排前十位 哦 它是爱因斯坦以前的大学 对 它因为爱因斯坦以前 是在瑞士读的高中 高中毕业以后在这里读的本科 跟硕士联读的 所以 这是它真正的目标 所以 这个非常多年的历史 这已经有100多年了 快200年了 200年的大学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 200年的大学前面取景 OK 我们现在换了我们的第四套造型 然后第四套造型 我是穿比较巧克力色跟卡奇色的 然后 Sherry 是穿这样子的 很累哦 我已经要换了 现在这个时间 是马来西亚的半夜了 所以 因为我们刚到第二天嘛 然后那个时差还没有适应 所以 现在这个时候的我们 就已经有点累了 但是 还有 还有这个过后还有 还有一到两个造型要拍 所以 务必要撑着啊 要撑着 这个尖尖这个叫什么呢 尖尖这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那个教堂 哦 教堂 这是国家博物馆 然后 这个是刚刚我们去的爱因斯坦不孝 这个是树立寺大学 基本上整个树立寺都在这里了 嗯 差很多所以我今天要带你去另外一边 这样你两边都看到了 哦 刚刚我们在另外一边看过来 是在那个爱因斯坦 是很不孝 哦 现在是反方向 哦 现在已经是 Jurich的时间 7点多 所以 开始有点冷 OK 我们现在在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造型 然后剩下的都是留明天拍 我们现在拍的最后一个造型是夜景 哇 现在晚上了 现在这边是晚上8点多 所以天气变很冷 然后又起风 哇 还好我可以穿这样子 但是Cherry就超冷 现在我们在这个街道这边拍 这边有瑞士的旗 最后一套啦 今天 这边比较冷 因为这边有这个建筑物当着 所以那个风吹不到来 哈啰 大家 今天是我们的 在瑞士的第三天 然后是我们拍摄很杀照的第二天 我们刚刚叻 就已经坐了两个小时的车程 从Jurich来到了这边 叫做Band 就是 就是瑞士的首都 对 瑞士的首都 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KL 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Band这边叻 我们跳在这边叻 取景 但是等一下不是这样子传啦 因为我们还没有换衣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 走走 找厕所 然后 对 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开始拍了 OK 各位 我已经换上了我们第六套的造型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观景台这边 可以看到 非常辽阔的风景 好美哦 好美哦 全部人都在这边看风景 超美的这边 OK 我们要开始拍摄啦 刚刚拍了我们两个人的 现在摄影师在拍Cherry 单独的 哇 厉害哦 哇 厉害拍 哇 厉害 后细 哇 哇 那是我的车 哇 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了 巿外桃園 哇 哇看到嗎 超遼闊的巿 超美的 還有牛在吃草 然後很多那種小霧在上面 散播那邊 我們上來到了 牛的前面 前面這一邊拍 混沙照 剛剛有太陽我們在拍 然後現在太陽在那邊下山了 剛剛有太陽的時候在那邊取景 真的是 絕佳的風景 爽 這個天氣很爽 OK我現在換上了 黑色的整套的 西裝 然後Cherry她換上了黑色的一個 碗裝 我們現在要在這個 湖的湖邊這邊拍夜景 嘿早安大家 今天是我們拍攝混沙的第三天 也是我們在瑞士的第十天 我們現在在瑞士的這個地方 叫做 在特朗坤 然後我們昨晚做的是這一天 但是沒有拍到給你們看裡面 所以我現在給你們拍拍 我現在拍拍給你們看 它這邊的大廳 就是那種很復古風 非常的復古風 你看它的走廊 啊 Cherry在叫我啊 什麼 這個很大事 太漂亮了 哇大狗 看這裡的風景 看這裡的風景太美了 昨天我們就是睡這裡上面 然後我們面對的風景是這一邊 哇看到嗎 有人在 你們看到嗎 有人在滑傘 OK 我們來到了這個 Green The Wild的 其中一個部分 太陽雖然很猛烈 可是一點都不熱 然後 我們要在這一邊 這個背景 跟牛一起拍 來到這邊真的是不懂 要用什麼言語來形容 這一種風景 可能 畫面看起來感受不到那種感覺 是絕對感受不到的 我覺得 但是 身在這一邊 的時候 用肉眼去看眼前這個風景 找不到形容的事 太放鬆了 整個人就是 完全什麼煩惱都忘記到 OK 我們拍完了這個場景 哇這個場景真的是 怎樣拍都沒 用電話拍也沒 用相機拍也沒 用電話拍也沒 用什麼拍都沒 只要是這個風景 隨便站著 蹲著 都沒 是嗎 蹲著都沒啊 蹲著 小便耶 你在那邊蹲著大便啊 只要是這個背景 在那邊蹲著大便拍一張就是沒了 這樣我們躺著 欸好像可以 OK 我們剛剛 拍了一個場景 然後我們現在中途休息 吃一個午餐 現在是瑞士的時間 一點半小午 然後是馬來西亞的 晚上七點半 然後 我們現在是這個餐廳的風景 就是 面對著這個 夢幻山坡的其中一個 角落 給你們看看 哇 太舒服啦 你們看我太陽這樣熱 還可以闖到這樣子 就知道 一點都不熱 好 現在我們來到了 夢幻山坡的 正前方 oh my god 看到嗎 這一片就是夢幻山坡 green the wild green 崩漿店啊 總之是 夢幻山坡 然後 然後 踩 踩出來 我要進去 還可以啊 喔喔喔喔喔喔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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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 我們 最後的 一套 造型 要拍攝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了 這一個是 愛的破將的其中一個取景地 就是 呃 Easter Wow Easter Wow 我不想念啊 Easter Wow 的那個 那個 鋼琴的那個碼頭那邊 然後我們現在要拍 青青草地的一些場景 OK 瑞士果然 哪裡都很美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愛的破將的拍攝景點 這個 橋這邊 碼頭 哇 原來是那麼 血液 那麼漂亮 你們看他這個盒 超級清澈 所以我們在 拍碼頭之前 我們現在 碼頭的旁邊這邊拍 先等那邊 他們的 拍完過後 我們才去碼頭那邊拍 OK 各位 拍了三天 三夜 我們終於 結束了我們的 婚紗拍攝 耶 結束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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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愛的破將的碼頭這邊 結束了我們的 婚紗拍攝 期待之後的照片 你們快點 Follow我們 Instagram說還沒有Follow的 OK 所以我們的照片叻 到時候 Eady好了過後叻 我們就會放在我們的 IG 所以Follow我們的 IG 還有 拍攝團隊他們 嘿 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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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幽默的攝影師 你找他拍照啊 你想要忍笑都不能 還有我們的 國際化妝師 耶 Chloe Chloe 對 很喜歡他把我畫的裝 對對對 對 對對對 我們兩個都是他的作品 對 期待我們的照片 Eady出來 OK各位 我們剛剛兩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從 英特拉根 回到來Jurich 那邊 就是我們第一天 所到的那個位置 然後 我們現在到了酒店 為什麼會回來Jurich 是因為 明天 那 明天 婚紗拍攝團隊 他們就會回KL了 然後從明天開始 就是我跟Cherry 正式的 二人世界 我們會在 我們會在 瑞士這一邊 再待到 因為明天是24號 所以我們會在瑞士 從24號 待到29號 就是我們兩個人在這邊玩瑞士 然後29號過後 我們就會去 意大利 去意大利到 10月3號 10月3號過後 我們就會再從意大利去法國 去法國 就會見 Benny Terry 他們就會過來 法國那邊 找我們一起玩啦 你們看我的樣子 是不是很累 看起來 因為為什麼很早 我看一下 現在的時間是 馬來西亞 半夜4點半 我來這邊到現在 第 第四天了 我還沒有適應到那個時差 所以現在馬來西亞4點半的時候 我就一定是累到不醒了 在這邊 可是在這邊的時間才 10點 10點半罷了 因為這邊慢馬來西亞6個小時 然後我們這幾天拍的婚紗照 非常期待 對 老實說我們這三天拍攝真的 上天都很眷顧我們 都非常的順利 太陽還很猛烈 因為那個 導遊大哥說我們 這幾天來的時候其實很幸運 因為上個星期我們還沒有來的時候 瑞士是每天都在下雨 但是我們這三天來 就是拍攝婚紗照的時候真的是 一滴雨都沒有下 而且沒有陰天 都是太陽很猛烈 所以 我們也很期待那個婚紗照出來啦 然後你們也可以追蹤一下 這間 這間 婚紗拍攝公司 因為 我們到 到了現在 第三天結束了 我們 我們決定我們要推薦你們這間 婚紗拍攝公司 因為 他們首先 OK 給你講一些推薦的禮物 我們真心推薦的禮物 我們真心推薦的禮物 他們啦 那一說 不會好像 我們要求的東西他們都會做到啦 然後 很有耐性啊 然後會給很多意見 建議啊 對 會給很多專業的建議 還有他們的婚紗 婚紗也很漂亮 他們的婚紗和禮服 都很漂亮 然後 還有就是 那個攝影師 最重要是攝影師啦 對對對 因為你們知道喔 其實 有很多人他們 好像 拍照的時候啊 因為如果不氣憤 好像說氣憤 如果不歡樂的話 就是 我們拍照笑起來 也比較僵硬 就 有些是會比較 嚴肅啊 對 嚴肅 對 會比較嚴肅 然後就變成好像 好像新人 會很拘謹啊 對對對 拍起來笑啦 笑了也像 硬硬這樣啊 不自然這樣 如果你們真的是有在 物色著要找 婚紗拍攝公司的話喔 你們可以 真的我們可以推薦 這一間 我們不是 跟他們是合作 我們跟他們不是合作模式 但是 我們真心可以推薦你們這一家 如果 因為我們在Instagram 我發那個Q&A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問我們 最多人問我們的一個 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我們的 婚紗拍攝公司 是找那一間 所以我就在這邊 同意回覆大家 第二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這一趟旅行 跟 包團隊過來這邊拍攝 總共花了多少錢 這種傷心事 我們就 之後再提啦 呵呵呵 之後再提啦 OK 所以 總結了這三天 四天三夜的拍攝 的婚紗拍攝之旅 就到 這一邊 告一段落前 所以明天開始咧 我就會 再 記錄我跟Cherry 開 我跟Cherry兩個人的 歐洲旅行 你 你很不優雅 我給你們看他在周末要不要 沒有 這裡很冷 看他在這邊 抓腳耶 沒有 很冷 冷到我腳乾 乾到 癢 OK 所以我們這一趟 婚紗拍攝之旅的 vlog就到這邊 告一段落啦 拜拜 我們下集見